0403强政后全台也被震出许多围楼 而截至26号全台针对危险建筑 已经开出了红丹有77件 黄丹有153件 除了灾情最惨重的花莲 被开出了121件的红黄丹 位居第一 但是第二名竟然是在桃园 一共拿到了66件的红黄丹 远胜过双北的数量 一让民众纳闷 难道桃园的评判标准特别严格吗 全台四月遥不停连带震出许多围楼 除了灾情最严重的花莲 红丹建树排第一 第二名竟然在桃园 我就跟那个主委讲说 这一栋很严重 里面都都累掉了 住的墙面明显均裂 超市内的梁柱也被震出裂痕 0403强政后截至26号 全台针对危险建筑 共开出77件红丹 153件黄丹 其中花莲位居第一 拿到61件红丹 60件黄丹 第二名落在桃园 共有66件红黄丹 超过新北的24件 台北的19件 让民众不禁产生疑问 难道桃园的红黄丹 判定标准比较严格吗 红丹是结构体搜索 我们才会开 那黄丹我们是觉得 是一些附属结构物 它不是主要的结构物搜索 每个住户有不同的立场 跟想法就会有两样 第一时间因应民众的需求 马上派出公会的祭司 到现场为民众鉴定 那鉴定的量合计有729件 所以才会显得 红黄丹的量比较多 祭司公会解释 红黄丹判定主要依据 结构主体有没有损害 来做判断 另外每个地区的祭司公会 也会和市府讨论出 统一性的判定原则 因此多少还是会有 区域上的落差 解零住场统一报道